新的一年到来 总是希望大家的日子 可以过得越来越好 在印度菩提加耶 此季照顾了这个孩子 今年10岁 他的名字叫做米魂 两年前他因为爬树 不小心触到了高压垫 导致他的头部跟他的大腿 都有严重的灼伤 家人其实带他去看医生了 但是伤口的复原却不见好 于是在他的头盖骨 有大片的开放式伤口 不时的如果感染的话 可能会威胁到孩子的生命 所以志工就带着他 去做头部的直皮手术 但是要去手术的时候 米魂的爸爸却非常的担心 原因是就怕去手术的 这两个礼拜 爸爸要照顾孩子 没办法去赚钱了 志工是承诺 补助所有的医药费 也补助家庭的经济开销 爸爸才松了一口气 而且爸爸现在成为 竹筒岁月的推动者 他因为了解慈祭之后 就在街坊邻居 推动了日存五毛钱的行动 他也告诉大家 即便像我们这么穷的人 也能够小钱行大善 而帮助米魂的过程当中 还感动了另外一个人 就是他的主治医师 叫做三杰 三杰是一位优秀的 整形外科医师 他在帮米魂动手术的过程当中 主动减免了医药费 还提供蔬食给病患跟家属 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他也说自己的一份爱心 遇到了慈祭之后 是一加一大于二 我们来听听三杰医生怎么说 米魂在经过了头部跟大腿的直批手术之后 现在已经重新开始练习走路了 一次的援助长期的陪伴是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命运 也改变了一个家庭 甚至是整个村庄的氛围 这是来自印度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